我是覺得大戲都很好 然後我超級感動 就是感動 非常非常令人期待 很想趕快25號 趕快要收看大時代的節目 之後我們今天會強調戲 這是真的是一部蠻酷人欣賞的戲 像傅子純表現得非常好 藍尾好 這個影帝也都用講 那我旁邊這個戲已經更不用說了 在他們三個帶領之下 我覺得這部戲是史精彩可奇 我看完以後 就是無話不說 因為我無法用言語形容 我心裡的激動 為大家努力的成果 真的好 謝謝大家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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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走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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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會想到 我們多前城市的開鏡 是上門開鏡的 然後我們三圈目開鏡 三圈目開鏡 因為已經開了兩個歌 已經有培養一些 很多革命情感 跟那個感情的默契 剛剛看的時候其實 會有想哭的感覺 其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 我好不容易把那些辛苦的過去 已經忘掉 我剛剛看到之後就完全 就是一幕一幕的又浮上星頭 就是你們三兄弟扮成日本人 然後 用的大戲追逐 然後甚至看到裡面有 爆炸 我們大家三個人搞得非常髒 然後非常濕 然後那些很辛苦的過去 就覺得 我覺得看完之後 真的就覺得 這麼辛苦 真的 這麼努力是有價值的 真的值得大家來看這份老師 好輕 我幹嘛 他們應該等著看跑戲吧 哈哈哈哈 太大了 他們穿比基尼嗎 他們穿比基尼嗎 我很樂見喔 三圈 你穿比基尼嗎 當然喔 如果他們穿比基尼 他們穿比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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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七太容易了 破死在想要幹嘛 因為說真的前兩天我去遛狗 我養好小孩的遛狗 然後呢 突然有一個年輕的路人長 就是狗也我不認識 然後就對著我說 加油辛苦了 然後25號那個大時代要結局 然後你們樂情城市要上了 你們加油 我們都會主持收看 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因為他真的是很年輕的一位男士 那我就覺得說 這一次的故事情節 非常扣人心絕 有吸引到年輕女群 然後年輕人也都很期待 準時鎖定18點到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 我要非常謝謝 民視的公關宣傳部 還有各位媒體 謝謝你們 因為你們的大力宣傳 所以大家要知道 25號的晚上8點 你們主持收看我們的 民視八點檔 謝謝 這個是很感動的這件事情